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的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三生三世枕上树已经大结局了。 在这个巨荒的时间段很多网友已经是二刷三刷,枕上树了,只能说这部作品实在太好看了。 今天我们就以凤九的字数方式,一起来回味一下阿兰儿之梦吧。 一个女人将爱情看作她人生的全部时,她就已经失去了自我。 可是什么时候,才能找回那个从前的自己呢? 我也很想知道。 从女儿接回来,你看着我照顾沈爷很生气,还将她披晕,一副气呼呼的样子。 你干嘛要生气吗? 你把人家扔在大街上人家还没生气,你跟这个女的就跑了,你却生气了,真的是很过分爱。 你说我似乎对沈爷太过用心,当我们走出阿兰儿之梦后,她还会回到那个重新失去阿兰儿的时刻。 我告诉你我其实并不想走出这个梦境,你很不理解,我告诉你在这梦境里你是希泽。 我是阿兰儿儿,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相爱。 而走出后,你又成为帝君,而我又成为那个无人问津的小狐狸,你很震惊,转身离开。 可我要怎么办?你不懂我所担心的事是什么? 这么多年你在泰晨宫我作为小狐狸时,你也很宠我,我都知道,可继衡一来一切都变了。 你不再宠我,还凶我,关我,不理我。 即使是我拼尽全力,紧紧迎来的一个宠物的位置。 你在凡间成于国做国王时,你也很宠我,你的柔情是我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段时间的我。 也像现在一样,只要你在这里爱我就行,可你回到泰晨宫后,一切又都回到了最初。 这次在阿兰惹梦里,你说你是为我而来,这里没有击衡,没有人打扰我们。 我们可以一直在这里相爱,即便最后走不出去,我也很满足,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。 可是出去以后呢? 就有击衡,或者有别的什么人,也许你遇见击衡,你会不会又将我忘记,或者将我无视。 但是,我想收现有的你的温柔的同时,我害怕再一次地失去你,就算是铁打滴我也无法承受。 更何况我只有一颗向往你的心,只要你心中有我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我告诉你,阿兰惹很像那个曾经的我。 你不觉得吗? 阿兰惹对沈叶的爱,就像是当初那个我和你,之间直接如同隔了一个银河系那么遥远,阿兰惹爱沈叶爱得那么卑微,我又何尝不是。 这么多年我在你后面追着你跑,你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的微笑。 我的眼随着你转,我的心随着你跳。 为你我做的傻事一件一件,都不知有多少。 可是,我每一次得到你的爱,还没有来得及消化,转身却又逝去。 这种得而复失的感觉,远远比从未得到要痛苦得多。 在阿兰惹梦里,你是希泽,我是阿兰惹,你对我的爱即使是全心全意的,可是出去以后哪? 还会是这样吗? 我们还会记着这里的一切吗? 想着你为我戴的安禅树花环,你为我用仙法布满整个皇城,这一切都是为我而来。 我的心多了几分甜蜜,少了些许恐惧,不管将来如何。 现在你对我是用心的,你的情意是真心实意的,那就够了。 也许,你真的为我的痴心而感动,那么就让我们好好珍惜吧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